驾驶行驶在国道上 突然眼前看到一辆银色小轿车 在交流道路口来个大回转 接着逆向行驶 吓得驾驶梦暗喇叭 这起夸张的违规事件 发生在11号上午8点多 在国道1号北上42公里处 一辆银色轿车 一次错过交流道 竟然把国道当作十字路口 先是回转再逆向 惊险画面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 警方将依车牌开单 处违规驾驶 逆向部分6000元罚环 再加罚违规回转3000到6000元罚环 这部分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发现说已经错过交流道的话 应该借由下一个交流道来进行 回转会比较安全 千万不要违规逆向回转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国道警察也将违规影片 PO上粉丝团 国道违规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呼吁驾驶人养成良好的开车习惯 若是造成事故 恐怕会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大家喜欢黄金连娘家民 台北报道